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有搏击冠军 赛前创本俊已经取得了23战20胜的战技 可以说也是为实力派选手 郭气壮是否会将传武技法融入到比赛当中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双方先是进行了短暂的试探 而后创本俊以凶猛的高杀暴提郭气壮 不过郭气壮马上以低杀还颜色 紧接着双方马上进行了凶猛的对拼 接下来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郭气壮开始发力以连击中击对手 而后创本俊以正能暴提郭气壮 不过郭气壮马上以连续中拳将创本俊打退了好几步 比赛才开始仅29秒 郭气壮就抓住机会 一记右手中拳将创本俊击倒 创本俊凤力战的前来 惨到裁判强行毒妙 接下来郭气壮侧侧阵击击 以连续中拳将创本俊渐渐逼到了维生边缘 而后郭气壮一记 收莫的高扫将创本俊再次击倒 创本俊有点被郭气壮这一脚踢闷了 创本俊又在此惨到裁判毒秒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最终郭气壮抓住机会 一记收莫的紧急 直接击对手赢一下了比赛 创本俊会在地上已经有点阴绝了 裁判都刚怕了马上叫停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 郭气壮只用了68秒的时间 就将日本选手三次击倒KO了 只能说郭气壮真的太强了 全场比赛下来 创本俊并没有对郭气壮构成什么威胁 就被打云KO了 只能感叹有着窗户宫底的郭气壮 果然就是不一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精彩体育赛事 有我大插头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